本來我們只想要登記 但後來發現其實結婚 它並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變成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文定確定之後 那是不是婚禮也應該要有 就全餐了 我知道很多年前不想要辦婚禮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怕會有很多的摩擦 但這些都是會有的 你會發現到有一些東西 是你可能以前根本就沒有經歷過的 難處呢我們都去克服了 留下的一定會是美好的回憶 放很輕鬆的時候 就覺得那些東西都蠻搞笑的 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媽媽那時候正要簽我出來 到底要先帶金釋還是要先奉茶 這件事情就搞不太定了 明明前面都已經喬好了 在最關鍵的時候就會開始 大家都很用心的想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可是大家意見也不一致 然後就笑笑的 沒關係沒事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就好了 最感動的是 我簽了她的時候 我走完紅地毯上去 大阿嬤跟爸媽媽致詞的時候 換你自己三十人往下看的時候 那真的會感動 還好有半文地 挑婚紗是整個半婚禮最輕鬆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眼睛看就好 一閃過去看到那一件黃色的 就覺得哇 她真的太適合了 她一開始是沒有 對 她不在我們的選的範圍裡面 我們就一看到那件就覺得 真的是太合適了 一穿上去 惡化不說兩張照拍一拍就說 就這件事趕快幫我們擦檔機這樣 我們在選擇 婚紗的場景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 有我們的故事 有我們的故事 她是選擇在棒球場 原本我是選在 生分老街 我以前在那邊居住了 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老街可能會比較多遊客 後來我們就改選了在好士多 因為我的第一張唱片 就Energy的第一張唱片 那個內頁就是在好士多拍的 那那時候會選擇棒球場 是因為我以前在棒球的啦啦隊 在那邊也服侍 講服侍會很好笑 就是也工作了九年的時間 就是在我的職業生涯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誰可以在新裝棒球場拍 我覺得那太酷了 那整個全景這樣 因為婚紗的檔期很難搶 所以我們本來就先訂好 拍婚紗照那一天 這是因為我的工作前一天 工作到凌晨四點 所以我四點完回去 差不多我老婆就要起床 我大概在睡一個半小時 我先畫嘛 然後畫完之後換他 就去拍婚紗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怎麼過去的 可能就是意志力 意志力 我真的不知道那天在幹嘛 意志力跟那個求生育 就拍出了好多好好看的照片 我們那天足足拍到晚上十一點 我們從早上五點開始梳化 然後這樣拍了四個場景 然後六套衣服 所以你知道演員的厲害了吧 就可以不用睡覺 三十六個小時再睡一個半小時 因為我是一個蠻極性質的人 比較容易有脾氣 他很包容我 就像一個海綿 他會吸我的脾氣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自己也做了一些改變 他的這種個性是最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他的舉動跟做法都會把我包含在未來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雙方要走下去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會發現如果他沒有把你包在未來裡面的話 幹嘛你在笑著我 講得比我好 的話你就會覺得他只是在走他自己的路 你只不過是在他走這條路上當中 可以配合著他的附屬品 但是如果他可以包著你繼續走下去 那就代表說 就是你們兩個人可以一起往前走 正決定好要一起往下走的時候 談到一些內容他會說 那我們一起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他會把你包含在未來 就是他有把這些事情都放在心上 要面對的事情太多了 不管是工作上的壓力或是很多紮實 就是如果他有把你包含在未來的話 不管面對到什麼問題 就會覺得說沒事不管遇到什麼 兩個人都還是包在一起的 所以往下走就好 為了